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謝謝Andy提供一個題目給我們 他看到的一個臉書上面的一個頁面是必敬漢先生的 那他講了一下下 怎麼樣我們才能夠好好的speak corporate 就talk business 就在企業裡面要用些什麼樣的用字潛詞 才不會讓人家覺得你是在對他發脾氣 你是在對他說嘿 F you 其實很想對人家說去你媽的可是你不可以 所以你要用一些比較委婉的方式來包裝你的這些文字 那我也認為這個事實上就是很passive aggressive的一種行為 什麼叫passive aggressive 或許不好解釋有機會我們可能可以再另外做一集吧 來我們一起來就看看 所以這邊到底用了些什麼呢 那我其實除了用他的一些content之外 那我有把他的連結放在下面 我大概更多的是找了其他的一些整理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往下看 我把它做了一些指標題 第一個指標題就是 你跟人家在一起討論事情或什麼之類的時候呢 你發現錯的不是你是對方 可是你不能直接跟他說 Oh hey I'm sorry you're wrong We should do this No 你不可以這樣講 所以 第一個指標題就叫做 It was you that was wrong 你才是錯的 你要怎麼樣才能表達出 嘿對不起你錯我對呢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用這樣來開頭 Correct me if I'm wrong But OK 所以請你拜託一下 糾正我如果我有錯的話 但這個事情難道不是應該這樣這樣這樣子嗎 所以Correct me if I'm wrong 或者是這邊 Please let me know if I misunderstood 請讓我知道我有沒有誤解 那這個東西不是應該這樣這樣這樣嗎 Right 所以Please let me know if I misunderstood Isn't the deadline next week 難道 deadline不是下週嗎 怎麼會你現在急著跟我要一個什麼東西呢對不對 Right So please let me know if I misunderstood Correct me if I'm wrong 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 這個比較長齁 但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So I'm trying to determine where the disconnect occurred If I didn't communicate this properly I apologize 你看他還跟人家道歉呢 所以如果我沒有把這個東西好好的溝通給你 讓你知道的話我跟你道歉 所以我要試著來判斷出我跟你之間的這個disconnect 就是我們之間的一個沒有連接起來的部分 什麼時候發生的 那如果是我做錯的話我跟你道歉 事實上弦外之音就是 No I didn't miscommunicate And I don't apologize OK You should be the one apologizing to me Alright 然後還有這邊也是一個 他會 如果你跟人家講說 This is outside my scope of work scope就是範圍 所以這個是在我工作範圍外 聽起來大概就是說 你知道嗎 就 你今天跟我開了一個口 跟我要求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那你竟然要我來拒絕你說 對不起這不是我業務範圍 其實 我就已經在說 你跟我開這個口是很沒禮貌的喔 是這樣的弦外之音 OK齁 所以我覺得我們中文事實上不太常去 想這麼多 你如果被人家拒絕就拒絕嘛 可是我知道像是在英國啊或之類的 這樣的文字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OK所以 他們不會很直接拒絕你 可是他可能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試試看 好先不扯下去 再看下去 這個是很長很常看到的 所以下面整理了很多很多 所以這個指標題下面的內容尤其多 那這個的概念就是 First time never got through 你跟人家在試著溝通一件事情 尤其在email的時候 那你以為你第一封email送出去 他已經聽懂了 結果他回信回來的時候 講一大堆東西是 你根本沒看我第一封對不對 你會有這樣的結論 因為如果你有好好看我第一封 你應該不會問我現在這些白痴問題啊 所以 你要怎麼樣去侮辱對方呢這時候 所以他這邊就說了 I have reattached this again for easy reference 我又把這個東西再附件一次給你看了 你知道 email attachment就是email的附件 我已經又附一次給你看囉 來讓你好好的去 好參照 ok for easy reference 聽起來很無害 可其實就是在罵對方 怎樣第一次看不懂你這樣子 以及下面還有很多的都很類似 as per my previous email 就如我前一封也沒有說的 以及 as I have specified previously 就如同我先前已經說清楚過的的 specified就是詳細講清楚 previously先前的 或者是 per my affirmation email 這個affirmation就是先前提過的 我有學生跟我說過 說他的外師跟他說 這個字根本沒人在用 我心裡就會很想 就很想跟那個學生說 你去找你 你去跟你的外師說 那是因為你沒有進入過business的世界吧 這個字很ok啦 在學術界裡面很常看的到 ok 那很多寫論文的時候都會用 我以前也會用 所以affirmation就是先前提過的 你看到 mation這個字就是提及嘛 right 那for是前的意思 像例如說手背這個 前臂叫forearm 這額頭叫forehead 所以for就前 所以先前提過的 affirmation email 可以 然後這裡 allow me to reference the SOP 請你來 請你允許我來 那你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SOP就是 Standing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你大概知道 如果你熟課問者的話 所以 來讓我來 我們一起來參考一下標準作業程序 意思也就是 你這個人已經沒有照標準程序做了 所以讓我來 讓你看看標準程序怎麼處理 ok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也是 這個 一樣 對方沒懂 所以你用這麼直接的方式跟他說 Let me know if I should get someone to give you a call and explain 所以請你讓我知道 我是不是應該找人 打電話給你 跟你解釋一下下 所以你聽到這句話你就知道 哎呀 shit 我好像先前你跟我講的東西 我應該要懂才對 我應該沒懂 所以 以至於你需要跟我說 那我知道 要不要找人打電話給你 跟你解釋一下 喔這樣子 這很嚴重 說真的 然後下面這也是 If you're still unsure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reach out 你可能會講說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reach out 這聽起來好和平喔 請 不要猶豫喔 不要猶豫 你一定要來聯絡我 Don't hesitate to reach out 可是前面講的是 If you're still unsure 如果你還是不確定的話 這個部分就已經聽得出不耐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還不確定 你該 你該確定了吧 大概是這樣的一種語氣 OK 好然後 最後一句 Let me take a step back and provide you with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所以一樣 所以讓我來退一步 提供你一些背景的資料好了 所以同樣 換句話說 就話裡的意思就是 你 你功課沒做好 那現在我來退一步 我來替你做點功課 這個在企業裡面應該是 因為真的 這就是罵人了 不然還是什麼呢 OK 好再看一下 下一個指標題我這邊說的是 My way is better than your way 所以 我跟你在討論一件事情 你跟我提了一個什麼東西 我覺得你的idea是shit 所以下面這些其實都是在試著告訴你 My way is better than your way OK我的方式比你的好 但你當然不能直接這樣說 所以連這個句子都有這樣的意涵 就是 Thank you for your input Input就是你的輸入 你的 你提出的idea 謝謝你的idea 那 當我說這句話 我有接受嗎 沒有 因為如果我有說 我有要接受你的idea 我直接就會跟你說 Wow that's great Let's do that 這才叫做 我接受你的idea 而我如果 謝謝你的idea的時候 就表示 我覺得我的比你好了 聽懂音樂齁 下面這個也是 That's an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那真是個很有趣的角度呢 那就表示那個角度不是我的角度 OK 就這麼簡單 That's an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OK 好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 Let me know how that works out 所以這很可能是 你做你的我做的 那我覺得你做的可能不好 你覺得我做的可能不好 所以我就跟你說 讓我知道你的那個work out是怎麼樣 所以成績怎麼樣 等你再告訴我 總之我畫你的意思就是 我其實沒有認同你的做法喔 But let me know how that works out OK 然後下面這也是 這三個真的我覺得 沒有那麼好看得懂 所以 第一個講的是 Going forward I prefer that you 什麼時候講下去 Going forward 就是我們從這個 從現在這一個點 就我們先前做的事情 可能都失敗了或幹嘛的 但不管 所以我們從這個點 開始往前走的時候 我會比較想要 你是怎麼做的 他用了一個prefer這個字就是 洩露出的心意了 OK 所以我會比較prefer 我們以後怎麼做 所以Going forward 我們來用這個做法吧 也就是說 你先前的方法 sucked OK 那下一個也是 in an effort to maintain clarity transparency 所以這個 effort是努力 in an effort to do something 這個片語很常見 所以我為了要努力怎麼樣 為了要努力維持住 clarity就是清楚清晰 transparency是透明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先前的這些做法 可能不太透明 透明度不太夠 而且你沒有讓我知道的夠多 以至於我們前面fuck up了 所以為了要努力 維持 transparency跟clarity 你以後應該要怎麼樣 都固定跟揮報 或之類的 讓我知道 讓我可以 讓事情不要搞爛掉 所以你先 總之就是你先前做錯了 就這樣子 OK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 哇這個我真的覺得 這個藏得好深喔 in the spirit of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in the spirit of 就是 在什麼精神內 我們用什麼精神往前走 striving for something 就是努力達成什麼 所以 用一個努力達成 excellence 你知道嗎 這很棒 所以為了努力達成 傑出的一個精神 那這有什麼錯呢 其實也就是話裡行見的意思就是 你啊 先前做出來的東西啊 不太好嘛 OK 不夠excellent 所以 為了努力達成 excellent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怎麼做 所以其實就是在罵你先前的工作 做的成績並不怎麼樣 OK 所以我覺得這藏得很深 好 來再看一下 下面這個指標題我說的是 ad boiling point 就是你已經在沸騰點了 就你跟他之間啊 總要用一點什麼方式來解決 你們之間的不OK的部分 所以這裡幾乎已經是 不太passive了 這已經快要aggressive了 我認為 好 所以這邊總共 大概是三個 來第一個 就你在跟他的通訊中 你用他的first name 而且 還 offset by commas 什麼意思呢 就你用他的名字在 講一句話裡面 那在那句話裡面 還用豆點把它包住 所以你聽聽這個語氣 所以 就如同我上一封email來說 那Tim是這個人的名字 我們的策略 就是要remain 就一直是constant from 就我們的策略一直沒變 好 我唸一次跟妳講 So as per my last email Tim Our strategy has remained constant from the beginning 所以中間那個Tim就是一個 好像有點 就口氣上的一種 嚴厲的感覺 像我如果跟你講說 Hey let's go do something 我沒有講你的名字對不對 可是 Tim let's go do something 你看是不是就不太一樣 OK 所以 所以插一個名字在裡面 豆點隔開 你是會讓人家讀的時候 心裡感到一靈的這樣 OK 好所以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在你的email裡面 CC他們的老闆 所以每個人的那個 你知道在公司裡的上司可能不一樣 部門不同 CC叫carbon copy 你大概懂的意思 其實就是 那個附件 不是附件 對不起 就是 這重點怎麼說 我腦袋要卡住了 反正就是 我寄一封email給你 而且我副本 一份給另外一個人 想起來了 副本轉回來了 好所以副本給一份 他的老闆 他的上司 所以這邊他說的是 而且你還要跟他說 So I have looped in Jim here to ensure we're on the same page 這個loop in loop是回圈 所以在我跟你的email回圈 我一封你一封 我一封你一封 這樣就是一個回圈 在回圈中 把另外一個人也拉進來 所以我已經loop in Jim 就是你的老闆 Here 來確定我們是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是很常見的一個英文片語 就是我跟你啊 在同一頁 怎麼意思啊 就我跟你 我跟你是唱同一曲調的 我跟你是 我跟你是在唱同一首歌 我跟你是 在某一個project上 我們是在同一個步驟的 或者同一個階段的 So we're on the same page 或者我跟你的理解度是一樣的 不會我對這個事情的理解是A 你對這個事情的理解是B 所以 I wanna make sure we're on the same page 所以我把你老闆也找來 來我們的溝通 全部他也看得到 我們就找他的評評理 到底他對還是我 到底你對還是我對 OK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最後一個 哈哈 這個就很好笑 Escalate 什麼叫Escalate 就提升升高了 你看他寫的內容是什麼 Happy to discuss this in person at any time 所以 我很高興 跟你面對面討論這件事情 Anytime 什麼時候都可以 所以 這句話 背後長的意思就是 來啊 來吵架啊 OK 所以 你要正面衝突是吧 來啊 所以我們用Email溝通不來是吧 沒問題 我們來面對面談吧 Happy to discuss this in person at any time 你說個時間 我就到 所以 說到這樣其實真的已經快要翻臉了 OK 快要翻臉了 好 最後這邊兩個 我這個沒有辦法去分類 我就用miscellaneous來說它 所以就是一些比較雜向的 所以 第一個 這也是一樣 它就 also known as you fucked up 所以這邊也都是話裡行間常的意思 你搞雜的 怎麼樣說你搞雜案呢 Well You've provided us 對不起喔 You've provided us all with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 on this matter 哈哈 所以你提供給我們一個很棒的機會 學習的機會 在這件事情上 所以你給了我們一個很棒的 提供了一個很棒的學習機會 你還以為你在稱讚 沒有在稱讚 OK 你在說你搞雜了 OK 然後我們把這個當作學習的機會 learning opportunity 下一個 Let's take this offline 什麼意思 就我跟你啊 不是我跟你 對不起 這個情境 這個場景是在開會的時候 所以 什麼是offline 下線 所以 假設你在開會的時候 是十個人在開會好了 然後一個人在講一個 這個idea什麼什麼什麼很棒 可是你覺得 這個idea不適合十個人談啊 所以你在浪費大家時間嘛 你先把這個idea run through另外一個高層級一點的人 然後他覺得OK 我們再來一起做吧 所以 總之就是 你就跟他說 You're wasting everyone's time 你其實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你真的要講的話 我跟你私底下講就好了 不要浪費剩下八個人的時間 所以你就對著這個人說 You know what Let's take this offline OK Let's take your idea offline Let's not take it here 好 所以 他沒有證明跟你說 Your idea sucks Let's not waste everyone's time OK 他說的是 我們等一下再說這樣 那最後一個 這個叫Duly Noted 他的意思 其實很簡單就是 知道囉 所以一個人跟你講些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跟他說 知道囉 Duly Noted 那 其實 心裡面也不見得是很開心的 總之可能就是 你跟我說的一些事情 好像我得就要記在心裡面一樣 好 所以這個 不太知道分類到哪裡去 可是 這概念大概你懂的 那 後面還有一個 real life的example 但 我個人覺得我們剛剛講這樣 其實也蠻夠的 所以 有點希望這個 或許你可以自己看出來 我就把它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那所以 以上就是 在這個 Business Talk 或者現在我們叫它 Speak Corporate 的一個概念 那裡面很多的 話裡行間的 不太直接 不太好直接說出來的一些話 那 希望你學起來之後 以後你也可以用在別人身上 那 如果有人用在你身上的話 你就要知道 其實那個人心裡面對你 可能已經不太開心了 也不一定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